二十二號晚上十點多地牛發生 搖晃的好大力 屋主一家人嚇得趕緊衝出門外 地震全臺有感 有民眾拍照房間景象 懸掛的畫還有風鈴不斷搖晃 地震警訊響個不停 南投草屯甚至還有住宅廚房的壁磚 被震掉好幾塊 還有吊燈的燈泡整個掉了下來 去年台南大地震 永大路上圍貫大樓整棟倒塌 附近住戶對於地震 仍是有揮之不去的陰影 就連高鐵從台中行進嘉義的三個班次的列車 也被迫停止延誤了約二十分鐘 嘉義阿里山二十二號晚間 發生瑞士規模五點五的地震 截至二十三號清晨六點多 已經發生連續十三起的余震 最大規模還有到四級 不少民眾嚇到整晚不敢睡覺 只是兩個禮拜前南投竹山才發生地震 甚至還有連續八起余震 之前美國科學家就警告 受到地球自轉速度變慢的影響 全球發生地震的次數將會大增 專家也指出台灣確實已經進入地震活躍期 風險恐怕持續增加 記者後國問潘穎文嘉義報導 考慮到